身是健康的怎么样才能健康 今天很多人喝这个吃这个什么东西 有没有用 有用 起什么作用呢 对五脏六腑里的液体 液气光阴 四大类物质的液体有补充作用 我们身体里面有五脏六腑 心肝脾肾肺 里面装着五种物质 金木水火土 有五种味道 酸甜苦辣咸 咸入肾 甜入脾胃 然后辣入肺 苦这个入肾 所以是心肝脾肾肺里要有五种液体 你要通过喝什么 吃什么 吃五骨杂粮 然后你可以对自己的五脏六腑进行补充 这是仅仅仅此而已 那么怎么吃进去东西 把它炼成金叶 你吃的五骨杂粮进去以后 消化 消化以后 怎么化成金叶 金是天金的金 炼骨化金 然后要有这个金叶 你口中要有口水才能活 活命的活一个舌头上面必须有水 这个水打来的是五骨精华 化成的金叶 叫金金玉叶 俗话就叫口水 你要有这口水 你才能活 你嘴里没有这个水 你就活命不了 这是五脏的精华 通过我们吸收以后 五个机器心肝脾肾肺加工以后 化成的口水 这就是药 救命的药 所以大家不能口干舍藻 要口里面要经常的有天和水 这个水是从你的舌头上面化出来的 水里面就有火 它就可以化成精 精华的精 精神的精 这个精进去五脏六腑又化成五脏精华 它跟这个五脏液还不一样 所以是这个五脏精 它是五脏液的升华 它要有火 火去升华 因为你这个水没有火 它不能变成气啊 所以我们这个老子的德道经版本 我师父熊春景教授 在考证修复这个古版本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发现这个在博书上面的道法自然的燃 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大自然的燃的这个燃 它是燃烧的燃 就是有一个火子边 燃烧的燃 所以原来道法自然 就是怎么从我们后天返回先天 你用的方法要燃 自己要燃烧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